这篇文章,我在内心早就想写出来了 我是一名80后,今年37,人生过到了一半 也是我自己的家庭、事业、人生的顶峰期 自己是一个白领,一个拿着五险一斤后 一个月也有个三千五百的月收入 老婆经商,一个月也可以挣个一万多 家里有两个小孩,三部车子,四套房子 每年都会出游各地,是身边人最羡慕的家庭 2016年,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说起了炒股可以挣钱 一时兴起,非要炒着老婆给钱 经不起我的公事,老婆给了两万 开始了炒股的生活 每天总是装着很懂的样子 第一次买了一个股票,挣了三百多 那一天是多么的牛逼 多么认为自己有财 偷偷地刷了信用卡五万,开始加码 这一家,就没有了回头的日子了 每天都是亏,都是补 没有红的日子,人就开始有情绪了 不是话不多就是生气 每天上班都不想做事情 人没有积极性 直到信用卡快要报的时候,才收手 从家里的账上偷偷地给补全了 发誓再也不炒股了 好日子过了两年 2018年,又不怕死地进入了股市 认识了全国各地的微信朋友 有天晚上喝了一些酒,有些上头 有个朋友说炒股没有意思,不如玩彩票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就好奇地问他 他说我在赚钱 他说他今天赚了好几千了 那时候几千块钱也感觉很多了 已经够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我就说有这么好的事 他说是啊,基本上没亏过 听他那么说,我有点心动了 我就试着在他的指导下,注册了账号 充了一千块钱,跟着他买 当天晚上确实赢了 差不多两千块钱 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种兴奋,在酒精的刺激下更加地激动 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 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赚钱的快感 每天白天和晚上不是在梦里 就是在现实中彻底地着迷了 天天在研究 每天等着他的彩码 有一天赢了 真的很让自己不相信那是钱 那只是个数字 慢慢地自己的心思越来越大 而奇怪的是 家里人都没有发现我的不对劲 每天都说工作忙 要加班 自己一个人搞到深夜都不要睡 而且还兴奋 我感觉我都不用做任何事情了 幻想着可以换个好车 买个房子 每天晚上玩到很晚 白天上班也没有精神 就这样持续了快大半个月 后面我觉得能赢 我就加大了投入 我把赢的全都冲进去 下注也变大了很多 每天就被投 一千 三千 七千 一万六千 五万四千 开了几下了 全都没有中 豁然觉得自己是运气呗 等明天就好了 第二天 我取出自己的私房钱 请了假 全身心地想好好大干一天 可以不到半个小时二十万就没有了 心从来没有痛过 忽然快要停止跳动 从来没想到会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真的不相信自己会遇上这样的事情 我流泪了 调整了一个星期后 到处借钱刷卡 凑了十五万 我仍然抱着幻想 终于心情好 运气肯定也会好 我要好好搞 压了一次五万 中了 果然是手气好 我开始膨胀了 加码了 我都不敢看 心砰砰跳 连续三把拳都毙了 我控制不了自己了 我直接把剩下的三十万全压了 我已经走火入魔了 最后的结果都知道了 我整个人都快要傻掉了 我真的不死心 但我没钱了 下一手应该就会中的 但是我没有钱买 我真的不甘心 我在想我要是还有钱嘛 我就可以翻门了 那晚上我一夜都没睡 第二天我 谁也没敢说 跟朋友借了十万 下班又继续 前面还行 慢慢的 我又陷进去了 想买得重的 老是慢一派 结果输精光 那一夜的煎熬 谁会懂 慢慢的我 背着家人 开始微信贷款 信用卡 后面的几个月都在轮回 赢得少数的多 口子越来越大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也许是我一直信佛 佛感应了我 这天 我向母亲开口说了 说了我自己犯的错 母亲和父亲 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了一句 该还的得还上 父母拿着他们全部的积蓄 叫我把钱还了 还叫我跪地发誓 再也不赌了 我当时确实还了 都还完了 这个事情没有和老婆说 为了是能让我保住这个家庭 因为一个家庭 真的很难经营到 让别人羡慕的状态 那天 母亲和我去拜佛了 我当时还下定决心 再也不要赌了 可是日子没过多久 我又继续了 我又继续炒股了 因为现在的微信和短信 天天被一些所谓的美女和高手骚扰 我是生病的人 经不起鬼叫 我开始玩配资 又开始了刷卡了十万 开始了炒股 那年一至三月 是股市的好时期 而我这个辈人 又在四月近的 一直是小亏小补 感觉还不是事 我又没有能控制住 后面你们也知道了 又借网贷套信用卡 又欠了快十五万 还是沉迷其中 不知道悔改 有天晚上 又是把自己所有的钱输光了 我崩溃了 想着这些钱怎么还 怎么办 被父母知道了 怎么办 我甚至还想过 一死了之 真的是绝望了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我想了 我真的不能再犯错了 我要好好的 在这个绝望的时候 也许你真的需要人给你帮助 和给你指明一条方向 妻子的无言帮助 和亲戚的劝语 帮助我走过了这个经历 说多的过程 没有我现在想真实表达的意思 请正在玩彩票的和股票的你 请真的不要再相信这些了 因为你和我一样 都是亏钱 都是在自寻烦恼 真的需要靠自己走上正路 和多做善事 如果你还在执迷不悟 那我的经历 也许是你将要走的路 或者是你的不归路 你不一定能遇上这么好的家人和亲戚 希望你能引以为戒 不要重蹈覆辙 真的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那就真的完了 其实如果可以的 我真的想重头再来 好好生活 这过程真的太痛苦了 真的好多次都快要压垮我了 希望你们能看到 希望能对你有点帮助 如果发现家里人 有人在玩彩票和炒股的 请一定要让他停下来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 视频下方超级感谢 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